那今天到場的那兩位都是分別是葉子倫 也是都經濟性 然後另外一位是陳根跟瑞士 你是劉家亨嗎 對,我是劉家亨 好,那我們主題計畫是希望訂說尋找 那深根瑞士的文化之旅 那為什麼會想要訂這樣 因為覺得台灣現在就是在一個很錯綜複雜很亂的一個現況 那就會想要細節尋找出一個可以適用在台灣解決台灣現在很亂的問題的 當下一個可能說一個體制或者說一種價值觀念 對 所以我們才會把我們的題目定義為尋找 那我們會希望說我們到那邊會深入瑞士的文化 那我們會去拜訪台灣人在瑞士工作的 或者是台灣人在瑞士留學的等等 那我們現在都已經有聯繫到他們 對,已經都聯繫到那也 他們是個人 個人對,個人的部分 那我們在機關的部分的話是 近期會聯繫住台的瑞士商務辦事 我們也住瑞士的機構 有三個機構 我知道 一個住瑞士經濟文化代表團 台北經濟文化代表團 對,那我知道這個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是 有一個是 那個WTO的代表 我們住WTO的代表,沒錯 對 我知道這兩個 好好好 對 然後我們這兩個我們都有聯絡資訊 透過台北大學的校長 他推薦 要引見我們去認識這樣資訊 對 那我們在禮拜六的部分 會去台中參加瑞士在台灣的教育長 那也是透過一位 曾經在瑞士讀書的老師 那他回來是當教授 那他去做參與管理這部分 那也會透過他 他引説我們要去那個 去拜訪 在台灣的瑞士商務辦事處 這樣子 對 拜訪過了沒有 還沒有 就最近才聯繫到 對 那這是我們目前聯繫到的部分 那採訪 已經採訪過的部分 基本上都是 福仁大學的老師們 社科院院長 還有我們的經濟系的習主任 那還有我們的副校長 那還有我們國際學生中心的主任 這樣子 對 那這部分我們會積極就是聯繫校友的 connection的部分 就是連結 讓他們知道我們有這樣的一個任務 對 好 那我們 拜訪完 那最主要 因為我們是要去拜訪洛杉磯管理學院 那我們想說就是 又回到教育的議題 為什麼要做這些 那台灣曾經因為 代工崛起 但是也因為代工而沒落 的這部分 那我們希望說 因為教育從小就是叫我們一直考試 考試 那可能 考到後來 腦筋會變得比較 死板一點 雖然我們擁有大量的基礎知識 這樣子 但是 我們從0到1的這個能力 可能會比較缺乏 我們可以把1變到N 這能力我們很擅長 可能很 比如說 晶片 晶圓什麼 都要一直做call start 我們很擅長 但是我們 要我們自己去設計一個 可能晶圓的設計 那可能是沒有辦法 我們一定是靠代工成長 那我們覺得 我們把這個問題 定位在 那完全就是我們 從小到大 教育的觀念 這樣子 對 那我們會希望說 我們藉由這次去看瑞士 那我們把瑞士他的價值觀文化 他國際觀價值 以及他們中小學教育 以及高等教育的方向 或者是說他們的成長方式 那我們會拜訪瑞士當地的居民 那透過這樣的深度採訪 或接觸互動的方式 然後把這些帶回來台灣 那我們會用一個世界觀教育的online program的部分 那右邊的話就是因為我們想要突破品牌 就是台灣的品牌 可能張力比較不足的困境 那我們會希望說跟洛杉磯管理學院爭取 比如說跟福人大學台北大學一起合作 那可能三校聯合開一個品牌發展研究中心 那是在台灣 那這樣的先例其實在上海跟新加坡都有 那我們會希望說爭取在台灣也設立一個 對 那至於他爲什麼要設立在台灣這個部分 我今天就不細講 因為想說我們也還沒有準備很充足這樣子 那這邊我們還在思考突破點 對對對 因為剛剛都提過 那就是我們有聯繫到那邊發語區的學生會會長 那還可以幫我們引建這樣子 對 好那我們現在是最希望的是說 可以聯繫到那個明基的董事長 因為他現在是 他以前是洛杉磯管理學院的學生 那現在是畢業校友這樣子 對 那希望透過他可能可以聯繫到那個 洛杉磯管理學院的院長 就是特品這樣子 不過剛剛有聽老師提到另外一個方式說 可以藉由台灣在瑞士的代表處 可能藉由代表處那邊發信去聯繫也是一個方式這樣子 對 那我們可能之後會進行這樣的一個動作 就在這一兩個禮拜之內完成 對 好那我們預算規劃的話 這邊可能沒有更新 沒關係我總計 總計可能是九十萬 幾個人 五個人 五個人 九十萬 對 一個人二十萬左右 對一個二十萬左右 紙費嗎 對 就是要募款 有募款 那 因為我們這邊系友 系友部分 老實說是可以幫我們聯繫 然後 希望是募得到啦 因為 就是有系友說 有困難可以去找他 對 但也要我們提的計畫夠 他認同說 可以回饋母校這樣子 對 所以我們會希望把我們 因為我們學校有全能教育中心 那 其實他是針對比較 然後 全面式的教育 不是 非專業類別 他可能有國際 有自然 有科技 或是 藝術等等 那我們希望把我們那套 Online Program 帶到全能教育中心 這樣子 那還有連則 就是剛剛提到的 設立品牌發展研究中心 那我們會覺得說 這樣是比較 對學校是最直接的回饋 對 那就 大概就這樣 那我們群眾募資的話 我們會在四月 放上群眾募資的影片 那你會 嘗試著募款 那會藉由 可能舉辦歐洲文化展 可能跟其他旅行家 一起合辦這樣子 對 那這樣還要再聯繫 對 當然這樣就這樣 對 OK 這個 我看你這個 蠻實際 有這個錢的準備 這個很好 我給你兩點建議 好 瑞士有三種語言 有三種人 德國人 德國一的 義大利一的 還有法語的地區 其實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一個少數它已經快消失了 那個是嗎 我忘記了 對 忘記了 沒關係 這個所以 如果你要 這是瑞士 第一個 第二個瑞士 是一個中立國 對 很早就 沒有受到戰火的搏擊 第三個瑞士 都是山 都是高山 峻林 所以沒有這個 什麼大面積的農業 對 所以它都是精密工業 著稱 對 最有名當然是手錶 手錶 但是有兩點 我給你提供參考 特別讓我這個印象深刻 第一個 這個 他們很守法 為什麼呢 它有 有人 有故事 停在地下子 停車場 不小心把人家的車子碰傷 這沒有人看到 那個 也沒有這個記錄器啊 錄影機啊 沒有人知道啊 可是人家很誠實 這個車子是刮傷的 我的保險公司電話在這裏 很老實 這是很誠實 一定一樣 現在這個東西 我們這個社會上啊 就多數人 不夠誠實 取巧 投機 所以我講的這裏 有很深的感觸 跟你們分享一下 天天看它報紙新聞報道 說哪裏撞死 哪裏撞到頭 哪一個不幸的事情 我看了 心很痛 雖然我跟當事人 非親非悟 但是這個人 是同胞 一個家庭 為什麼這個 其實是有九件企業 都可以避免 不至於發生的 可是為什麼這是 因為我們 我們要承認 我們在台灣的人 貪小便宜 取巧 比如說 一個大型車這樣走 對不對 你騎摩托車 這樣一過 你也不管人家怎麼樣 就一直衝過去 它要轉彎 轉彎你要讓它先過 當然司機也有這個 小部分責任 結果發生悲劇 天天幾乎 我也不必引述哪一天 你們大家看看 幾乎是無時無刻天天發生悲劇 都是這個可以避免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人取巧 投機 第二個 我們沒有交好 我們 你們開不開汽車的呀 有沒有 有沒有開汽車的 駕駛車子的 你都有開開車子的 你是在教練廠開了 在教練廠拿到駕招以後 你當初不敢上路吧 沒有用啊 你要這個上路的 在路上開的 不是教練廠開的 為什麼 這個 這個我們的教育方式不對 我不曉得你們教練的同志 有沒有告訴你 你繳兩萬塊 有兩千多少錢 你標準什麼 包你考取 有沒有這樣的說 沒有聽說 那倒好一個進步 以前那個時候 五千塊 它是你繳六千塊 保證你考取 哪一千會上的 給那個 兼考官嘛 不可以的 我 我 我出國服務在美國 我的小孩 十六歲 學校就可以開 學習駕照了 他現在學校 上二十四個小時 二十六個小時 交通安全規則 然後 回來 有一個合格的人 坐在旁邊 開車 學的差不多 你就可以自己去考試 考試考三個動作 第一個 倒車進庫 我回頭倒車進庫 第二個 平行停車 路邊平行停車 還有一個下坡等等 很簡單 所以我的太太 我兩個小孩 都是我教的 在國內 我小孩一上課 爸爸 你皮帶沒掛起來 這安全規則 我們現在 國內最錯誤的 多講兩分鐘 國內錯誤的 我們紅綠燈 是奪警察 警察不在 我什麼都可以做 甚至乎警察我取巧 現在 警察 也是個瞎子 視而不見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 你們看看 騎摩托車的人 尤其送小孩上學 媽媽送他 後面坐一個 大一點的 前面還帶一個 這全不可以的 是方便的 沒錯 這個不發生這裡 發生你後悔來不及 不發生 發生到時候後悔來不及 我 去 太太們在那個地方 我怕她罵我 就跟她很客氣 我說 你當心啊 這樣很危險啊 我太太呢 你不要去管閒事 人家會打你的 對不對 可是我說 我不跟她講 我良心不安 不過我碰到 十有九個 都謝謝我 就講的 沒有什麼笑 警察不管 因為警察 我也問過警察 她管了麻煩啊 還生下好事 該管不管 這不一而諸了 所以我要特別強調 瑞士人 非常熟悔 還有 我到旅館 到瑞士去 去這個 這個 住旅館啊 我都 不是說我 住不去 住不去 住五星級的 我沒有去住過啊 我住三星的 兩星的 小旅館啊 可是你知道 她 這旅館房間 每一個用具啊 都很紮實 都很牢固 為什麼 她照標準做 我們台灣的 我家裡裝個冷氣機 起了多少年以前啊 我沒有她幫我裝好 裝好了沒有 裝好了 我去看 嘿嘿 用個膠子在外面弄一下 怎麼都風又轟 那萬一有風吹草動 台灣有地震啊 一眼晃的話 那整個冷氣都倒下 打死人了 我做事情不暫時 好 第三個品牌問題 現在我要請問你 我不懂 我們報紙上登啊 我們參 每年啊 參加德國的發明展 很多年輕朋友得獎 這個有沒有transfer到這個品牌去 都被外面的拿走了 蛤 她去國外得獎 就直接往國外走了 就沒有回台灣 沒有回台灣 這樣可惜了 我再講個故事給你們聽啊 我的同學 高雄美農人 他是高雄醫學院畢業 當然都 他現在跟我一樣 都七十多歲老人家了 他的兒子啊 很優秀 他在美國啊 他當然他希望學醫啊 醫院很好啊 他說不要 他希望財經 賺大錢哦 為什麼 因為他 他都了以後 他頭到很好啊 管理他 管理他 他到公司裡面 一出來八萬美金年薪 第二年十十萬 第三天我不幹了 我要去讀書啊 老闆說 你為什麼不幹 他說我讀書 你讀書 我公司負擔 學費什麼什麼 然後以後 但是有個條件 你畢業以後要回到公司來 我公司很多 他說你給我多少錢 一個月 一年呢 四十八萬 四十八萬 然後就七十幾萬 他父親告訴我 他現在年薪了三百多萬 還不算 他Scape Scape你們知道嗎 他代表什麼東西去把它買下來 二十億 後來稍微弄弄Apple又把它賣掉 賣了八十幾億美金啊 賣了幾億 他分了多少 分了兩三千萬美金的 我們一輩子賺不到三千萬 對不對 所以你們潛力無窮 品牌啊 這我給你們一個 一個idea 你們搞這個 搞品牌 找到大商家 洪基 讓它資助你 你就學回來以後 給它創品牌 你就發大財 你發大財以後 你就請我吃碗麵 就好了 真的 你們年輕人現在機會很多 我前幾年碰到一個 親戚了 他三幾歲 搞網路的 胡子沒話 很有自信 他幹什麼 想給洪基啊 自己搞網路去創的東西 網路搞了半年不懂 所以你們 去看看阿里巴巴 馬雲的故事 很多這樣 你們年輕人的故事 自己創業 但是你們不要 摸手成規 我有很多指指的 大伯很了不起 我要給你笑髮你 我說你錯了 笑髮我就落伍了 超越你 我們做老師啊 都希望學生 心思又難 而生又難嘛 對不對 對學生我們的 裙囊相受 恨鐵不成鋼啊 所以你們要搞這個 搞這個我走 不是真的 真的真的 所以我希望你們野心大一點 但是要啊 眼高啊不要手低啊 登高必知迷 一步步來 把基礎都合學得好 現在我回應你們小學學生的東西啊 對不起啊 你們小學學生 我也看到注重啊 我們的小孩子 都填鴨似的 不會發問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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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這個我們整個教育的觀念不同 填鴨似的 要激發他們創意啊 讓小孩子玩 有興趣去玩 玩的program 但是話說回來 我們的父母對好像 在國內教育的這個理念啊 有分兩派啊 大家開始三歲 就恨不得他要去表演 馬上變成鋼層家 馬上變成這個 這個芭蕾舞的什麼東西 那個也有很多人 父母忙得不得了 一下去學芭蕾啊 學網球一下 學這個 結果什麼什麼事都不會 我不懂 我不懂教育 到底應該怎麼做 但是你們 周杰倫也是好 也是一個好例子啊 他的故事你們大家都知道啊 對不對 他爸爸都把他放棄了 他媽媽執著 所以他這個 還有今天我看到哪一個 哪一個數學家 他過動兒 他開平方開得很好 好 你們有沒有哪個學特殊教育的 注意一下這方面 好不好 我這裡特別強調 你請坐嘛 好 我覺得我們有個觀念 人才要發掘 要發掘了 要發掘了 人才不會自己冒上來的 要這個 你那外國人不叫人事處啊 人事處管理你的 外國人是recruit 去搜尋 好 這是第一個觀點 第二個觀點呢 人才要培養 要跟你好好讀書 要得到一個老師 你們上網就查一個人 叫邱鎮 邱鎮 有沒聽過 邱鎮啊 他的年齡跟馬英九差不多 他現在是世界級的危機管理專家 他是建宗畢業的 他當初在念高中的時候 是很跳皮的 不讀書啊 就完了 說最後啊 要考大學了 調車尾 考到清華 赫子工程系去 從此以後 年年第一名畢業 畢業以後 他申請到美國MIT 不是台灣的MIT 台灣 MIT 一樣的 但是MIT很有名 一個教授 就這個人很奇怪 就觀察他 在那邊談 他就給他訓練 你拿了這個博士不算 再去讀兩年那個 還有我也碰到很年輕朋友 說你讀書都很好 美國一個program給你 叫你去演講 說什麼樣做presentation presentation做得漂亮 你看圖表好極了 口齒伶俐 簡潔 你滿腹技能 說不出來沒用耶 要能言善道 所以演講 你們在年輕的時候 要好好的來發揮一下 我們很多人 學士不做 說不出來 那說得出來 狹焚了 而且有條理 這個還有一點 我要跟你們提醒 你們大概 我是學文組的了 我是念文組的 我們學過理哲學了 你們數學就是理哲學了 就是學條理 一個思考 所以今天我想 你們剛剛講的小學 小學教育是什麼 國民義務教育 它的目的是 要培養一個國民 一個做一個國民 現代國民 應該懂得什麼樣的成熟 國文 英文 英文現在變成世界語了 你滿腹青倫 你要有能力寫出來 我外交我一個同事 非常好 他寫過文七八頁 誰看你七八頁 太多了吧 所以我把他叫來 我說你不能寫 要精簡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你要抓到那個切入點 從盤古開天PD講起 那誰聽你的 所以你要把他重點 重點以後 你們有沒有多Master 現在有沒有在座 有沒有Master 還沒有OK 沒關係 我現在先跟你們講 Master 博士 不是在你來研究的時候 你就是博士了 是你學一個方法 來學一個方法 學一個寫論文的方式 我讀研究所 有個同學一年沒有念完 他就論文都寫好了 一大跳 結果老師給他丟回去了 因為他那個不是論文 是個Fiction 小說一樣的 所以你要寫一個論文的話 有根有據 有評有據 還有憤怒 還有參考書 你怎麼樣 吸取精華 百家之所集於一生 然後你有創意見 對不對 要這樣才 OK 我話太多了 到此為止 下面一組是哪一位 OK 那我們可以直接報告 到芬蘭的 聽講 直接下一個 我站起來一下 對不對 如果可以站起來 我聽一下 你講 老師那我們要從頭再講一次 我們的計畫 好的 你講 好 這是我們回來之後 就是回來之後 我們希望可以回到 就是回來台灣之後的計畫 然後我們希望可以回到某校做故事 你還沒有去 沒有去你就準備回台灣 好 有 去的在後面 就是我們會 中國的聯絡狀況這樣 好 然後就是我們希望就是到 到芬蘭的時候 可以聯絡一些教授 或者是那邊的學者 然後就是來到台灣做 做分享 還有講座這樣子 然後另外就是我們希望可以拍影片 然後除了是 就是呈現芬蘭那邊的教育狀況 然後也對比就是台灣現在的教育狀況 那其實台灣有很多老師 他們也是做得很好的 但是台灣人看不見 所以才會造成現在教育的氛圍 就是覺得老師的社會 就越來越低落 這樣子 沒有比較 就是沒有給老師相當的自主權 而影響了 就是老師許多在教學上的執行 對 然後所以我們希望可以透過 就是巡迴的播放 來讓台灣 來讓台灣的民眾知道說 喔原來台灣老師 有些老師也是在改進做得很好 然後希望他們可以 對副比老師相當的自主權 進而改變台灣的教育社會氛圍 這樣子 然後最後就是長城 就是我們做到的 改變台灣的教育氛圍 好 下一題 擔心好大喔 改變台灣 很好 然後就是我們目前的拜訪進度 就是我們已經拜訪到我們的校長 然後可是他說 他的人脈比較多是在美國的 對然後不過我們後來就是在途中有遇到副校長 他就說如果我們要去芬蘭的奧圖的話 他剛好暑假有研究 有博士班的學生會去 然後可以順便接待我們 就是要把我們的需求告訴他 對 然後再來是芬蘭反台座家圖翠山 就是他之前有 有發過就是關於芬蘭 因為他的小孩在芬蘭長大 然後有關於育嬰的書 然後這一次他回來是要發表教育的書 然後所以我們希望在這禮拜天就是可以去參加他的分享會這樣子 對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劉文育系主任 就是 因為我們是私培系的 然後所以我們已經跟他接洽好說 就是可以從私培的課程開始做改變 就是對未來的教師做把關 然後再來是台中教育大學和國家教育研究院的院長 那他們是我們透過黃天老師接洽到的 然後就是黃天老師說他們對芬蘭的比較教育都很有研究 所以之後我們可以去拜訪他 那他們的時間大概會在六月比較有空這樣 然後募款進度 就是 我們 掛零了 對 就是我們到目前就是接下來都還沒有回信這樣 然後成家募款常會還沒有開始 所以是零 對 然後 下下一個 然後芬蘭的拜訪單位就是我們都寄信了 可是還沒有得到回信 然後美灣小學主要是因為他們是 就是他們收的學生一定要會說中文 所以我們去那邊做示交或是觀摩就沒有 比較沒有那個溝通的問題 然後赫爾辛基大學就是我們已經寄信了 可是他也還沒有回信 然後目前就是之前有去聽一個他們的教授演講 然後有取得聯絡資訊也還在寄信中 我請問一下你給這個大學的寄信是借個人還是學校 學校 學校 好 恐怕很不容易 這樣我們要寄一個封信到台北市市長 假定這樣 台灣不一定的 台灣情況給別的國家不一定的 你如果是泛泛寄一個大學校長 這信能不能到那個學校裡面還是問題 還有寫個學校我是老師 這個不是我負責 不理你了 那又找不到這個真正這個負責人會怎麼樣 除非你碰到一個很熱心的人 哎呀好這個台灣來的學生館 所以你還是要透過這個住外的代表處 或許你的友人告訴你學生送個什麼人 好 這才比較有效 而且你這封信去多久了 有一個月了嗎 一個月了 一個月 還可以等等了 但是你兩個月以上就死成大海 好 謝謝 早 要先部長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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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這個泡泡子做得很漂亮 我都不會做 哈哈 很好 報告完了嗎 報告完了 好謝謝 所以芬蘭呢 我有兩個印象 第一個是小國家 可是它高科技 很重視做得很好 所以諾基亞是他們的東西 它現在好像被那個 Apple打敗了什麼 所以我會搞 它這個 就是每個國家 要針對它自己的所長 來發展它的潛力 這樣的話在高科技是比較有的 第二個 芬蘭還給我一個印象 這也可以說一下 有一個朋友啊 芬蘭們講得很好 我說 他一看 他是台灣四萬大學畢業的 我們台灣四萬大學畢業的 我說你什麼時候去芬蘭呢 很早 芬蘭提供一個獎學金 給我們世界有關國家 我們台灣四萬大學 他就申請 給它很好的 我為什麼芬蘭這個國家 怎麼有這樣一個想法 因為他說芬蘭本來自己 就是我自己想 人家知道我們不多 文化更是要消失掉 所以我就用經濟啊 經費啊 去招引很多人來 宣揚我的文化了 所以我們就有位朋友 就是去了以後 最後洛基在那個地方 那我們駐芬蘭代表處啊 找人來幫我們忙啊 懂得芬蘭文 而且對於中文有了解的人 找了他 所以我認識他了 他這個講的故事給我聽 芬蘭人在那裡 所以你現在經費還沒有找 我還給你們交一招 不是跟你講 要找企業 企業單位 他要能夠有 最好當然有人介紹了 告訴你們年輕人做什麼東西 甚至我們基金會 這個叫會長是吧 呂先生 是不是這個 要他來出函呢 希望能夠募到一筆錢 來給你們這個做贊助的費用 還有哪一組 還有哪一組 今天就這三組 今天到此 今天就這三組 今天就這三組 就這已經報告完了 報告完了 報告完了 對 那要該我報告了 這是旅行家可以提問 可以提問 對 對我剛才所講的事情 你們各位有什麼意見 當然我不是學教育的 現在我們教育方式 教學的方式 根深蒂固 好像很難撼動 外面我看那篇文章 說我們高中以下的學校的學生 都比外國的學生強 大學以上 尤其在美國 這個創造力就差很遠了 這個是教育制度上 還有一個台灣的現象 我看到的 對老師不夠尊重 當然這個社會上很多原因 現在我知道 以前師範教育都是免費 而且出來要教書 現在好像不一定是不是 十萬學校不一定 那麼過去說 家境比較清寒的 那都上四 十萬學校 十萬學校畢業出來 要服務兩年還是三年 有很多人就這樣進到職場 做終身去教書了 還有一個 有的人再進修 就更上一層樓 今天我們總統府的 楊秘書長楊津天 他就十萬畢業了 正畢業以後 教完書以後 再考到政大學 政大畢業以後 到外交部 他做得很好 所以做了總統府秘書長 那就是過去的情況 那麼 我不是批評 但是讀四萬也有兩種人 這是上進的 有一種就放棄了 放棄了開補習班的很多 到補習班 這不懂 到補習班來 下課後來 要繳費啊 變學店了 我的小孩 他不要補習的 你這樣老實人一講 也要去補習 為什麼 因為我不補習 可能分數吃虧了 你老實欺負我的小孩 給他臉色不好看 處分他 分數比較低 就當掉了 這種心理有啊 這學店啊 所以我是很反對 但好像大家都怕輸在起跑點 還有這個南洋街你看看 還有很多名師 不得了啊 早年沒有高鐵 那個名師用車子專門接送啊 因為他們自己要做公車會 大計程車區啊 趕不上啊 我的時候 在南市場 有了周中打 教英文怎麼樣 那是有名的 過年啊 到南部去 我跟他很巧 坐在一個車上 那時候我唸大一了 他就給我吹 哇 我有六十套公司 你要考研究所 幫你去 你要考出國 也幫你去 我有六十套公司 這樣 我就 我說 不服氣了 我說 補習也整 學有所不足 才來補習啊 應該在學校裡面 應該學就認真的話 應該沒有什麼不足啦 不需要啦 對不對 就是我們兩個 我都認為 現在補習的風氣還很深 你們在國外去看看 這種風氣比較一下 為什麼 我說沒有答案啊 為什麼 如何改善 那尊師重道是整個社會的變遷 使我們尊師重道的事情 已經不像以前那麼重視 因為在我小的時候 老師地位很崇高 校長聘請老師 都要到你府上去 某某先生 某某女士 你是不是可以幫我忙 還有什麼 來 有沒有 現在有沒有 沒有 現在我們送紅包給校長了 對不對 這個就是 把這個 教師的地位 還有一個 學生管教都不可以啊 康康報說 家長出面來干涉 校長道歉啊 你教過學生 當然我要管教 當然 管教不能夠亂揍 要把他 這個 打腦 打頭啊 跟那麼 羞辱他的方式 不可以啊 高高舉起 千千放下 給他一個提醒的事情 是應該的 現在老師沒辦法管 我看到學生打老師 還是殺老師 這個事情 何人聽聞呢 那我再請問 你們各位沒有拿考察去 外國有這個現象 為什麼發生什麼 給我們社會友好觀念 這是一個subject 這是一個很好的研究題材啊 這個很好研究題材 是不是 管教是怎麼管教吧 這個 你們要 極力學生自己來教育 我出錢的看法 第一個反應 你到我家裡來 補習班再跟你講 這就糟糕了 學電了 老師地位就減損了 當然 相反的 我們 我們扭心自問 我們對老師有多高的尊敬 待遇也不高 行為上也不尊敬 那家長對這些 家長對這些老師也不夠尊敬 好吧 這是一個上任 另外一個問題 我很少有機會 給你們年輕人像這樣的 接近的聊天交換意見 我趁這個機會提供一個問題 你們去思考 我們台灣的交通怎麼亂 駕駛怎麼亂 有沒有改善 要如何改善 我剛才給你們提過 看到車禍十有八九都可以避免 我今天還開車 有人說不錯啊 你老先生七八十歲了 還可以自己開 有很多人不敢開了 我太太就不敢開車 台灣太亂了 啪 我的手就出來了 啪 就這麼 它沒有交通概念 我回去大陸看過好多日 鄉下老百姓沒有工作 他也沒有什麼專門技術 買個三輪車 錢不多了 他騎了載客來拉生意了 可是他是魂蟲之狀 鄉下人他沒有交通概念 要靠右走 這靠右走當然也有故事了 早年我們老總統在民國二十七年二十四五年 提上新生國運動 很多人就不懂 大家靠右走 左邊誰來跑了 這是笑話了對不對 那個時候新生國運動 靠右走 規律 來規範 國運現代化的生活 在大陸那個時候也蠻落後了 老百姓不懂 尤其是那個軍法 韓服劇裡面聽過你們 很多話 《金華夜夢》裡面 很多故事 那個時候都不懂 現在你們當然不知道 你聽來的好笑 那事情 竟然發生 大家看人不懂 老一輩的那個軍法 看到學生在打籃球 搞得滿身大汗 他就問校長 那籃球貴不貴 他說還好啦 那多買幾個 搞得滿身大汗 今天我們是看笑話 所以時代變化 那我 我認為 我對這個車子 車禍的問題 有很深的思考 但是我個人沒有這個力量 第一個我們研究一下 交通法會 是不是完備 道路設施 是不是夠完備 我們的制度 有沒有問題 我們學開車方式是問題 如果要改善在高中 是一個很長的方式 可以做 比如說 我們要給交通系的教師 教授、學生 我就請教他 你們最近有沒有看到大陸上 窮天什麼的 有沒有看到這個 大陸上空氣污染 一個柴什麼人 他就是這個 做了 花了很長的時間 做出來不完 對大陸 對我們台灣 都有很深的影響 以前我也沒知道 空氣不好 空氣不好 對身體不好 當然我們知道 但是沒有了解 那麼深刻 我得到一個印象 大陸上的 汽車做出來 對環保的要求低 他賣到非洲去 那非洲也是一個人的地方 美國他就賣不進去 那我同樣的 我們來做這個 去交通規則的改善 給政府、給社會這麼做 如果你們在這個 親戀朋友之中 在你們 如果有興趣 我們可以做 但是要有一個團隊 第一個 我們研究一下交通法規 第二個 我們研究我們的 這個道路設施 第三個是考察世界上 這個交通規則的這個 這個擬定 當然我們收集很多 車禍的數字 然後做統計分析什麼 但最起碼我認為 最觸目的 我們老百姓的觀念 要改 我們知道這個 台灣在這個地方 我常常聽到說 德國人呢 他就是半夜看到紅燈 他也停下等 那我是沒有來的 半夜了 看到沒有這樣 我認為要活溜一點 當然這個 關鍵是不正確 可以進來討論的 德國人是這樣走 但是德國人做事很紮實 很紮實 你們到瑞士去的朋友 也是很重要 這個瑞士人呢 也很紮實 我坐他小旅館 他的一個螺絲釘 不是麻糊的 其實我們台灣也很 螺絲很村民啊 工具機啊等等啊 但是我要不要品牌 就是這樣 我就把這個問題 調出來 交通問題的改善 這個 這個還有一點呢 這個陳水扁時代做到一點 騎摩托車戴頭盔 不過我深了解 不是他的功勞 他撿前人的憲變 黃大洲本來就要做了 他剛好上來 黃大洲競選失敗嘛 變成他的功勞 還有這個區公所啊 那個大爺們的樣子 他當時改善了 道場給你請坐 還問候你 非常親切 我以前出國回來 到北投區公所 關一個新的身份證 大概最後一次 一九八幾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採紙照片 已經很普通了 那我就找他採紙照片 看起來也 年輕英俊一點吧 我拿了去 他不接受 他說不可以 我找到他主任 副級單位的主任 他說不行 我說為什麼 我說這個是我 他說我們一規定 要黑白照片 那黑白照片 不是民國三幾年的規定 那個時候沒有採紙 要照採紙的話 就很貴啊 不普遍的 那我 這是個小事一狀 可以看到一個 我們的公務員 沒有判斷能力 缺乏主動精神 哎 要上罵了 出了車禍了 才來執行 高雄氣爆 不是這樣嗎 那個 騎摩托車 太太帶幾個小孩 都看到了嗎 太多了 他不敢管 不管的話 愈來愈多啊 他都可以做 為什麼我不可以做 我坐計程車上班 把那個計程車上班 我說你為什麼要這樣走 他人家都這樣走 我不走 不是吃虧了嗎 這個 你們國會 既然有心 在教育上 給台灣做一個改善 帶來新的切記 非常好 如果 再擴進到整個社會 我們國家很多面臨的 轉型的 我們跟這個 給我們這個 國家進步啊 這速度啊 配置不夠 我們會進步啦 有進步啦 但時間很久啦 代價很高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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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可以 可以開五六四公里的 我們才 不過牛步化 十公里八公里而已 當然 我們比大陆上進步 所以大陆上很多 小孩子八十八尿 我們當然笑話他 當然很多我們的行為 人家也笑話我們 比如說 我剛從國外來 碰到兩件事情 第一個 我坐公車 公車擠啊 有年輕太太 男士女士都差不多 頭一撞 我往裡面 撞到你也不管 不開口 不開口 借過一下 請讓一下 我講了 你們去觀察一下 沒有人講了 就是頭一地 踩到你了 不管 你踩到你 你要怎麼樣 跟你吵架 你要怎麼樣 這是不可以 還有一個 我住公寓 會在外面 搭電梯 搭電梯 你進去了 我在後面 微微笑 點個頭就可以吧 我到你先按進去 我到我先下了 再見 謝謝 還有小姐在裡面 或者進去給他笑一下點 你這個有什麼企圖 有什麼不軌的 我們人沒有禮貌 我不要再講了 你們有什麼問題 對我的講話 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挑戰 我想說 就是 他在以色列 然後就是 其實 待會滿多地方的 我想說 有沒有相關的管道 可以 介紹給我們認識 或認識的人 說對以色列 或在芬蘭 在瑞士 有在那邊發展的 有企業家 或者說 也像就是 比較有錢 有錢的 有利人士 可以給我們一點幫助 這樣子 第一個 如果有的話 我也不會吝嗇 到不願意介紹 但是你要考量我的實際情況 我可以介紹給你 第一個 我退出十二年了 我告訴你 今天拿彈雅夫 是以色列總理 他是我的好朋友 你知道我要結交他 不容易 拿彈雅夫 因為我知道他是 很有實力的 我去看他 當然不是那麼多 我打個電話就看到了 經過朋友 看他 看他也知道 我是什麼人 知道什麼人 他對台灣的高科技 很感興趣 很有意願 我當然要拉動他 我說 你將來還是民事之心 你選上總理 你選上 當了外交部長 我請你來台灣做訪問 你不可能來 因為我們的處境關係 我說趁你現在在野之身 到台灣去訪問 他說好啊 那我就安排啊 安排以後 他都要來了 下個禮拜 當然我們安排 他不是來玩的嗎 我那個時候請吴蓮松啊 出面宴請啊 他不是宴請 像我們沒有飯吃一樣 一對一吃個飯 貪圖一些什麼 酒 肉好吃了 不是了 要邀請一些企業家 有頭有臉的來 但是 明天就請客了 我就請你來啦 後天他到了 要請你來 因為我們一般請客 那個禮貌上 都要預先安排 我不能說 劉兄啊 等一下我們一起吃飯 你大概會接受了 那別人不能這樣講啊 你沒有誠意 沒有一個禮拜之前 結果 不得已告訴他 拿彈牙虎要來 告訴一個立法委員的 立法委員大嘴巴 表現我的新聞來源很廣 他講出去 報紙外貌一燈 人家以色列代表說 會影響中共 以色列跟中共的關係 當然人家取消沒有來的 對不對 所以這種事情啊 我看我有張照片 也不必秀給你看 我跟他一起合照的照片 如果你不相信 我跟他交接 我就秀給你看一下 我們在以色列中心 你知道嗎 這個 這個 我們外交上 今天我的工作是外交 要把很多不可能 變成可能 因為我們處境很難啊 那我當年追隨我們錢福先生 在美國做一個政治組的副組長 我要打開這個局面 那是非常辛苦的 這個前天他過八歲生日吧 這個大家已經看到報紙 有燈啊 什麼 其中有一件事情我想提啊 在1981年 雷根11月當選總統 因為雷根在1979年啊 曾經4月間來台灣訪問過 給我們有建立部 初步的關係 那他有關係 我們蔣總統 要寫封信給他道賀 道賀了 這個信不可能 用電傳也不可能